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628集 时间过得飞快,杜兆辉那边没了消息 夏小兰没太在意 这人在鹏城还有一摊子事儿,总不会一直留在京城 夏大军虽然救过他,杜兆辉觉得自己也补偿了 为他死的人都有,是要补偿夏大军 可也不会把对方当成亲爹供起来呀 亲爹杜征荣,杜兆辉也不见得有多尊敬 要是杜征荣现在把杜家全部交给杜兆辉 大少爷翻脸,肯定比翻书还快 若说杜兆辉对这事儿有什么执着的 不是夏小兰很漂亮,而是夏小兰让杜少爷不顺心 夏小兰又不能为他带来好处和利益 还让杜兆辉不开心,他肯定就记住夏小兰了 夏小兰也是占了长相的便宜 杜大少对漂亮的女孩的容忍度稍微高点 王副司长要和杜少爷别苗头 被杜兆辉用钱给砸回去了 夏小兰呢,能好好上课,生活不受影响 是杜兆辉对漂亮女孩的宽容 事实上啊,是鹏城的投资计划敲定 整个工程就要启动 杜兆辉作为负责人,他不能继续在京城浪 可就一个夏小兰让杜兆辉眼前一亮 先入为主嘛 杜大少在京城就没有其他入演的 其实他还挺想认识下几位女演员 向导尽心尽责给杜少爷普及一下国情 内地的女演员和香港不同 内地那是有正规单位的 平时拿工资,拍戏再拿一份报酬 什么大明星不大明星的 都当成是一份工作再认真上班呗 杜兆辉想撩,人家只想正经处对象 撩到手了,不好分手 杜兆辉的兴趣马上被打消了 深感无趣,回了鹏城 没有了刘天泉扯后腿 张荣集团在鹏城的事务 全部由杜兆辉说了算 对商议有利的人 杜兆辉很舍得下脸面 一时,鹏城真是结交八方之友 短时间内的进展 跑赢了刘天泉之前两年的发展 幸亏刘天泉现在不管鹏城的业务 要不也要气死 刘天泉意气风发,再重新规划 杜家的走私路线呢 转眼到了一月下旬 资金充裕,也不惜人工 京城的三个店面装修 都有了大体的框架 刘勇反正在京城 手上的钱还算宽裕 干脆把他在南罗古巷的院子 给整理了下 也不是大修 他对翻修古建筑没有经验 夏小兰这个半调子 忙着竞赛和期末考试 也没时间去设计 刘勇就是把院子里乱搭建的小房间拆掉 还了院子本来的面目 再找人把屋顶的瓦片全翻新 门窗刷了同样颜色的漆 买了必须的家具在屋里放着 能住人就行 反正这次的工人 刘勇全给带自己家住着了 抠门的刘老板 又能在住宿费上省一笔 石刹海的那个院子 本来就保存得比较好 刘勇只敢翻茧下瓦片 别的都没动 夏小兰说 这个院子要留到以后 做作业 大一学得比较浅 还没叫大家上手 到了大二 学习深入了 夏小兰就想要实践 古建筑的改造 和普通的装修是两回事 夏小兰现在功夫还没到 也没那个经济条件和时间 暂且把院子 原样放着 舅舅的院子也放着 现在就简单收拾下 能主人就行 瞅瞅 这就是亲舅舅呢 无条件宠夏小兰 她说咋办就咋办 把院子拆平了 重建也行的 一月二十号的时候 夏小兰就在报纸上 看见了首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的消息 教育部要为这次决赛造势了 迄今为止 国人认可度比较高的英语节目 是中央台的Follow Me 教材最有名的是 徐国璋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 从六十年代到今天 夏小兰这批学生用的 还是徐老编写的那套教材 南王北徐 是外语教学界中流行的说法 其中北徐指的就是徐国璋老师 报纸上说了 徐老要担任决赛的评委 报纸上还有徐老的一个采访 学英语要无法无天 天不怕地不怕 徐老师是评委呀 307寝室里 吕燕可羡慕呢 她也是每天抱着录音机不放手的 课余时间花了很多功夫在英语上 可惜当时连副试都没有进 吕燕学英语的尽头很足 大家私下里猜测 她多半是想出国的 徐老师从建国后 就在京城外国语学院任教 吕燕就很羡慕夏小兰和徐老师近距离接触 徐老师虽然是评委 我也不一定能说上话的 评委和选手的接触不会太多 又不是后世什么好声音 还能和评委老师组队呀 没有导师不分阵营 评委和选手没有深入交流的机会 夏小兰对徐老师也很神话的 85年的英语教材是徐老师主编的 夏小兰上辈子上大学那会儿 英语教材还是徐老师的版本 她95年上大学的 徐老师好像是94年去世的 这个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家 语言学家也只有九年的生命了 夏小兰忽然发现 参加英语竞赛 或者说生活在80年代的 另一重异议 许多像徐老这样的 大师级人物还活着 他这辈子跳上了更高的平台 能和大师们正面接触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建筑领域的 他见过宁艳凡了 马上又要见徐老 这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呀 镶嵌了太多明珠 25号大早 夏小兰捏手捏脚的起床洗漱 林老师就等在宿舍楼下 还有两句话要嘱咐夏小兰 你也看报纸了 这次决赛的评委们 个个都有来历 有教育部的领导 也有许国章老师那样的专家 并且有电视台录像 你们比赛的过程最后要播出的 问中求心 信仰要有尺度 林老师说的是上次复试的事 夏小兰不想拿名次就罢了 要是想拿名次 就别在决赛时再偏题了 夏小兰和林老师走着 和华清另外三名选手会合 包括季江源在内 大家精神都不错 坐着校车去比赛现场 200号人呢 全走完流程 也要花上半天时间 外语系的教授 在校车上也在讲策略 你们今天的对手 是来自全国各所大学 不要把目光指定着金大等学校 京城外归宇学院的选手们 也是你们强劲的竞争者 我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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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设的